欢迎来到公川河野的清酒和开胃菜配对频道 这一次,我想介绍东方之美Ychiban Matoi 我今天也累了,很热,你今天喝酒吗? 哇好,渗透五脏六脓,渗透五脏六脓 这个人,山口县汤田温泉旅馆西之宫长盘的社长已取得多项清酒资格 清酒配菜搭配通道这是公川河野 有许多类型的清酒被归类为薰 作为山口县的代表酒,我想提一下上次介绍的踏技或者这个东方美人Ychiban Matoi 东方美是东方美 2016年12月1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了山口县长门市的大古山庄 并以与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小卓而闻名 这是邱氏的柱川酒造所酿造的清酒 将清酒原料山田仅筋膜至40%的纯米大营酿清酒 一种优雅的清酒将米饭的鲜味与透明的酸度完美融合 点点720毫升裙子的中央印出能乐面具的图片 我觉得这个能具和狂言是日本美的象征 这种命名给人以醇厚优雅的感觉 即使你从未喝过清酒淋到一杯 即使是初学者也一定会熟悉它 华丽和果味的味道令人印象深刻 说到甜辣,我觉得有点甜 酒精度16%,粘米40% 我们将原料糙米的60%切碎 剩下的40%制成清酒 纯米大营酿仅用大米,大米酒渠和水制成 不添加酒精酿造 此外,金米是一种通过消至50%或更少而制成的优质清酒 由获得白酒资质的SSIFBO开发 我将通过分为四种类型的图表介绍按风味特征进行分类 横轴为强右侧,轻左侧,强或轻 纵轴有高相形和低相形 熏酒K-U-N-S-Y-U清酒S-O-U-S-Y-U宿州J-Y-U-K-U-S-Y-U清酒J-Y-U-N-S-H-U 我们来试试定位 Toyo Beijing Ichiban Makoi对应左上角的Kauru Sea 它具有非常高的香气,所以我认为它会进入熏酒 关于熏,我会补充说明 Kauru是一种带有华丽果香的清酒 这种香味叫做银釀香 由酵母和酒曲产生的香味 提供的温度范围比较窄,建议在15度左右 或者我认为10到15度左右的上菜温度是好的 如果温度进一步降低,银釀香将不那么明显 反之,若温度升高,清凉感会减弱 Kauru是我们想推荐给年轻人的清酒 虽是清酒,却有花香和果香 尤其是这款东方美人Ichiban Makoi 散发着浓郁的果香 今天的清酒套餐对于熏来说 我觉得像酒杯这样带有曲线的杯子是不错的 这是因为果香的饮料香味被困在圆形玻璃杯中 或者我们推荐一种不太宽且接近喇叭型的玻璃杯 我今天要喝这个,但我强烈推荐它 这个配菜这次推荐的菜式鸟鱼片罗勒酱,白鱼和香草味沙拉 香草和柑橘类水果的香气与熏搭配得很好 罗勒在鸟鱼上,罗勒的香味与来自东方美人Ichiban Makoi的营养香味完美搭配 我会尝一尝,营养香,罗勒香,草本香非常搭配 罗勒酱在超市里,我希望你买生鱼片,然后在家里做 这种香草的香草的香草的香草 我先试试一下 这种香草的香草和香草的香草的香草的香草 所以,现在在超市里面有很多香草的香草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助这种香草的香草 如果您体验过这次介绍的东方芝 您就会知道清酒的美妙之处 这种香味是营养香 我想你可以享受与罗勒搭配的体验 大家好,感谢您订阅频道 下次我会努力的,所以请期待 好的,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再见 感谢观看